那么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特别是对于首都北京来讲 那么一个病例发生以后 那么它的密切接触者可能是遍布在这个城区内各个区的 所以特别需要呢我们形成一个协同的网络 因此市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协同关系要进一步加强 其中呢市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在其中要发挥更加核心而关键的协调功能和作用 在市委全会当中这个也提出来要建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心智 全面提升实验室的检验检测能力和硬件的装备水平 其中呢也包括我们到现在北京的市属医疗卫生机构 现在还没有一还没有一所这个P3实验室 那么未来呢我们都会着力加强P3实验室方面的建设 那么来把我们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能力再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